好 吉安商工所呢 为了要强化乡内工有建筑的耐震安全 激起盘点乡内工有市场以及社区活动中心等建设的设施 进行耐震评估跟结构补墙的工程 那么23号下午呢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来主持 北昌市场结构补墙施工前的说明会 期盼能够跟在地的摊商以及居民来达成共识 为北昌市场带来更舒适安全的环境新气象 吉安商工所谓的强化乡内工有建筑的耐震安全 积极盘点乡内工有市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建筑设施 进行耐震评估与结构补墙工程 而其中北昌市场的屋林已有38年 除了结构老旧 在多处也出现了代修情形 23号下午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主持 北昌市场结构补墙施工前说明会 期盼能与在地摊商及居民达成共识 为市场带来更适性安全的环境新气象 吉安商第一大村 北昌村人口激进9000人 所以在北昌市场的安全整个活化 以及跟社区共构的这个规划建设是在必行 所以今天召开我们北昌市场 跟周边居民的这个开工说明会 除了针对第一个要像针对于我们内政补墙 在北昌市场要开工跟整个施做状况的说明以外 第二个是要来聚集我们乡亲社区的意见 让我们的北昌市场能够朝向更火化更便利的实用性 甚至于大家关心的停车问题来共构的一个社会区块 跟执行的生活路网还有生活圈的这样的一个构思 所以我们带来乡亲的意见带来代表的建议 也带来村长实际执行上面的一个聆听 我们也希望能够汇集所有乡亲在地的这样的共构的意见 来作为未来第二个阶段更正向的推断 以达到市性的建设的需求 吉安湘北昌公有零售市场B洞建筑物内政能力补墙补助计划 或经济部合补工程款新台币123万3千元整 相至筹款新台币137千元整 总工程经费达行台币137万元 预计会在今年4月中旬开工为期60天 如果施工期间造成不变 乡公所也请乡亲多多包涵 务必遵守现场警示维护人身安全 记者徐丽晴吉安湘报导